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广西巴马长寿村 这里有个摆磨洞 据说是比较长寿的地方 很多人过来疗养 然后我们现在去对边大家疗养的村子去看一下 转一转 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买一点 这个停车场一天二十 有水有电 准确的说是个住车地了 房车的住车地 在这里发现这两个小牙袋 看来又来逛街买东西了 这两个小牙袋 巴马猪路 这怎么卖的 这个30一斤给你们 这么便宜的 这个长的 一样的价格 这咸的还是甜的 这个是咸的 咸的是吧 这个是辣味的 这个也是辣味的 就是辣的是吧 辣椒的辣是吧 这区域维生间就要经过他们这个卖小食品的区域 都是卖的香肠什么的 这边呢就是百毛洞的入口啊 这边那这边呢是售漂处和卫生间 这就是景区的卫生间 它这卫生间其实有一个门直接到停了场的 它就锁起来了 所以你要来的话 一定要经过它的购物区走进来 我们看看它这里 今天的这个空气啊 负离子情况 负离子15,916 没看清 那我们近一点 PM什么网上3.0 PM2.5多少 我都没看 它这晃得太快了 PM2.5是3.0 所以它这个相对空气质量是没问题 妥妥的 这就是它的卫生间了 是比较干净的 这边呢就是去那百毛洞景区了 我们去反方向去转一下 看看你卖啥好吃的 便秘果 金银花 这里的物价挺低的 三月里 我卖核桃的也挺多的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啊 走来走去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的 老年人过来养病的很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无论是小的摊贩摆摊呢 还是开店的都是以养生为主的 是个礼发店 礼发10块钱 你消费多底 礼发才10块钱 所以它就是主要围绕老年人消费啊 相对那种吃的什么的用的都会便宜一些 香菜怎么卖的 一块钱 一块钱一把 科学康养实验基地 重性和健康养生基地 这边是什么看到没 国际干细胞疗法 金螺健康家园 超级技能 加快您的康复速度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以我的视角看看路两边行走的人 是不是都是老年人 这里就专门卖火麻油的了 据说也是长寿村长寿的秘诀 所以这边卖火麻油的也很多 包括各种火麻制品 所以大家看到就这么一个小村子 然后建的楼都很高 能建多高建多高 14层 我们刚才近的是村头 很近很近的 走几步就到村尾了 这边看到了没 这里就是村尾了 村头到村尾就是这么长 然后它这个地方叫屯 就有屯这个地名 所以我一直以为屯就是北方特有的一个地名 那么赵家屯 李家屯 但这个地方竟然也有屯这个 甚至是屯的一级的这个行政村的还是什么 这称呼 这通号怎么卖的老板娘 两块一把 来一把 香菜呢 这个是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五块一斤 这大通怎么卖的呀 大通六块 哦 大通六块 房车生活就是这样 大家住的都是平房 悠哉悠哉悠哉一天 你俩刚才买啥去了 买了吗 买了 我看看又买什么难看的衣服了 不难看 娘啊 给你买罐头了 我想买那个腊肉香肠了 他们当地人说不好 但确实便宜 我说那么便宜肯定应该不能 才三十块钱一斤 你肉还多少钱 对不对 哎呦 我这衣服好看的 哎呦 这衣服正好 是不是好看 不大不大不大 可是这一定要看 这才叫富豪的老伴 哎 不 扩太太 那今天我给老师傅买件衣服 萌萌给老妈买件衣服 你看这就配了吗 这边是存款过一流年 这边是扩太太 这俩配的呗 你看 你这衣服你才能配上 人家这个存款过一的大老板 你知道吧 这般配啊 这就是 像吗 像 纯牌是俩乞丐 不是 你这就像那个 你看 这就地主 这就是地主婆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拉老呗 拿我们俩开算 哈哈哈哈 哎呦 我讲 可以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